甚至可以敲打敲打他 让他知道自己的本分 其他人呢 有何看法 陛下 臣亦以为太子所言极是 梁国是小国 如今没有十足的证据证明 其叛随投尘 故而不宜动用武力 臣觉得敲山镇虎一番即可 陛下 臣复议 不认识 此事 不仅关乎隋梁两国 连臣国也牵涉其中 朕以为 须细细思量 从长计议 臣妾也认为 太子的想法不错 陛下是觉得 有何问题吗 朕只怕仅仅是敲山 是镇不住梁国那帮人的 那陛下之意是 想借机废粮 有何不可吗 梁国部分臣子既有倾陈倾向 日后怕是也会惹出事端 若将其吞并 不仅免于后患 还可以给陈国一个警告 这一天 朕便是想到了这一策 才没有立刻同意太子的提议 但如太子所言 如今只是猜测罢了 若就此废粮 只怕日后 会为天下人所诟病 况且臣妾觉得 那梁帝萧从 倒是个十大局之人 陛下可还记得两年前 梁国的将士许世武 秘密以城池联合陈朝将领 荆州刺史 宜皇侯臣会计 事情泄露后 萧从便诛杀了许世武 自是记得 所以朕对他一直都很放心 但此一时彼一时 人心总是时时在变的 所以先行试探一番 也未尝不可呀 若人心真有变 到时候 再依照陛下的想法做 也不迟